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今天是总统拜登访问中东地区的第二天 他今天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签署了耶路撒冷宣言 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根据宣言的文本 美国表示致力于建立一个区域结构 深化地区伙伴关系 并使以色列融入到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 华盛顿致力于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维持其军事优势 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以及对抗伊朗在该地区的活动 无论是伊朗的直接活动 还是哈马斯 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间接活动 声明还谴责了近几个月 针对以色列人的无幸的恐怖袭击 会后记者会上 以色列总理拉皮德表示 以色列必须始终以强大的军队保持力量和安全 并且他已经意识到 有时候必须通过武力来保护自由 拜登今天还将参与包含以色列 印度 沙特以及美国的四国首脑视频峰会 此次峰会的中心议题是粮食安全和清洁能源 阿联酋已经宣布将对印度的农业园区投资20亿美元 以应对粮食安全危机 世界卫生组织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5亿 这一波疫情是由Omicron的亚型变种B1.5引起的 CDC7月12日发布的数据称 5月初以来因为新冠住院的人数增长了一倍 这是因为更具传染性的B1.5变异株开始成为主导 引发了新一波的感染 但是新冠的重症率和病死率仍然维持在历史的最低水平 CDC的主任称 目前7天美国平均的住院人数约为每天5000人 相比5月初翻了一倍 国家过敏核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直言 美国的感染人数明显被低估了 因为许多人居家检测之后并不会上报是否感染 他说实际感染人数可能在每天30万到50万之间 进入7月之后 德国取消了几乎所有针对新冠的防疫措施 但是在14日 德国全境日增新冠病例超过了15万例 死亡145人 更糟糕的是 所有这些数字都呈现出上涨的趋势 在日本 由于新冠确诊病例数再次激增 日本东京都政府14日决定 把新冠疫情警戒级别调升到最高等级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定在当地时间14日晚间召开记者会 预料他将谈及新一波疫情的应对措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4日表示 将于金秋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 当地媒体说 初步决定9月于东京舞蹈馆举行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上周在奈良市街头演讲时遭到枪杀 日本将在今年秋季于东京千代田区的舞蹈馆为安倍举行国葬 舞蹈馆是日本政府为申办1964年东京奥运会而建 最多可容纳14000多人 舞蹈馆是知名的活动场地 经常举办演唱会以及格斗季赛事 延期一年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部分赛事也在此举行 在二战结束以来 只有前首相吉田茂获得了国葬的待遇 除了吉田茂和安倍晋三之外 近年来去世的日本前首相葬礼的形式 主要是由内阁成员和前首相所属政党 共同举办的联合葬礼 而在1975年 前首相佐藤荣座的葬礼 以人民的葬礼的形式举行 由内阁成员、自民党和人民志愿者 共同支付葬礼的费用 根据日媒早前报道 日本政府曾就举行国葬问题 征询过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赵慧的意见 安倍赵慧当时表示 目前正是疫情期间 国民的生活困难 不应该浪费国库资金 为安倍举办国葬 乌克兰官员表示 俄罗斯在黑海的舰艇 今天发射了一枚巡夜飞弹 攻击乌克兰中部城市文尼查 造成至少20名平民死亡 以及数十人受伤 从照片和影片中可以看到 多辆翻覆的汽车燃烧殆尽 旁边一栋建筑物遭到大火烧毁 现场弥漫着棕色的烟雾 这是俄罗斯自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 对平民目标造成最多死亡的单次攻击之一 另外 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和联合国的代表 13日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就乌克兰从黑海港口 外运农产品的问题 举行四方会谈 同意成立协调中心 确保粮食运输的安全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夫13日说 俄方代表团就尽快解决 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 乌方与俄方就粮食出口达成协议 还有两步之遥 同一天 包括美国、欧盟成员国、英国或亚洲国家 在内的40个国家 在联合声明中 呼吁俄罗斯应立即禁止 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并支持基辅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中